3月26日 知名女艺人袁丽正式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宣布结婚 一时间也是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了 不少粉丝们都纷纷前来围观 并且送上诚挚的祝福 希望袁丽能够新婚快乐幸福 当天袁丽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 发文宣布正式结婚 并且写道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已是一体的了 正式宣布自己结婚 网友们也是不断地送上祝福 杜小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可喜可贺了 3月25日 就有人在朋友圈晒出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正是一名男子宣布自己与袁丽结婚了 还晒出了结婚证和接吻照 一时间也是引来了不少人的质疑 甚至不少人怀疑照片是屁上去的 不过媒体致电袁丽工作室 袁丽并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说自己要去看看爆料 袁丽如今一心思都在做慈善公益上 这一次有了自己的爱情和归宿 网友们怎么能够不送上祝福呢 据悉袁丽的老公 也是一名热心于慈善公益的人 昔日里除了写诗 就会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是一个很老实朴实的人了 所以袁丽嫁给她 网友们也是很欣慰了 袁丽正式宣布结婚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已是一体的了 最后我们也祝福杜小月 袁丽能够新婚快乐 经营还自己的婚姻 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哦 明镜丽没事 明镜丽第4大利亚